他现在也不知道是要干哪时候要办 可以转可以转 旅行社电话接不停 长荣机师取得罢工权 春节准备要出国的旅客 生怕行程受影响 旅行社更是急得跳脚 咱们不是吃素的 你这样一听到我这样就搞我们 说就要三年一次罢工 说到2019年长荣空服员罢工 当时旅行社就曾因此出不了团 损失几十万 今年春节出团长线行程 预定达到六成 短线也有七点五到八成 一团十到二十人 像在春节出游高峰 整团迁转几乎办不到 让旅游业者只能挫着蛋 而自由行散客也正紧急找备案 毕竟非美国的航班 就机票也没有很便宜 所以就想说要不要先买一下不便险 可是我刚刚就试着打电话到成年公司 等了一下完全是接不到客服人员 这时候想家宝旅游不便险来得及吗 新光产险网站公告 班机延误旅程更改等项目都无法受理投保 核台产险同样公告 1月5号起 投保的旅游综合险都不理赔 以富邦产险相关条款来看 若在已宣布或已发生才投保也是不赔的 也有旅客担心行程费用一起泡汤 干脆直接退票改定损失两万块 黄先生去年8月就已经排定行程机票 预计春节第一天两人飞日本北海道 机票原价4万多 如今要改定华航商务舱得多花两万元 但怕若航班有风险 时速滑雪行程加起来亏更大 要避免好不容易出油泡汤 常容酝酿罢工也激发民众危急已是 三学流于科学台北层